平生留恋 獨不言諒 心有天留一點 溫情可想 才能臉下 黃沙千丈 有我心還不可量 世經哀愁 無知無休 離散卻別我來意從頭 我願山藏 在我之后 讓天下孤柔相守 我心強旺 雨芬芳 愛還如途風的寒霞 我心前往 燭火之光 沒人 更為荒涼 天這麼熱 還要綁這麼個雷準 煩死人了 你就忍一忍吧 萬一來了人看見了 我們這番綢繆不是白費了嗎 忍 我怎麼忍啊 這才四個月 還有半年呢 想得我就不堪重負 不堪重負的十個月 卻換來終身的榮華富貴 值得 姑母 我人前還要裝神弄鬼 然後你就讓我鬆快鬆快吧 你這丫頭這麼任性 非要誤了大事不可 夫人 公子來了 母親 華兒 你還真回來了 惠侯召集朱公子 明日在宣氏殿上 商討新軍繼位之事 我豈能不來 華哥哥 聽說妹妹有了身孕 身孕 我豈能不來 妹妹 你瘋了 這可是欺君王上的大罪 君在哪裡 君已經死了 你就別怪他們 我們也是走投無路 才出此下策的 武王猝死 米叔對姨兒和我 馬上就變了臉色 為了獨攬大權 他時時都可能對我們下手 姨兒那肚子 也是我們唯一的護身符 可你們騙得了一時 騙不了一世啊 等到了十個月 我們想辦法從宮外 報個男嬰回來 一切 就可以塵埃落定了 你們 打算用他來爭褲位 我們要用他 替你換來涉及天下 華哥哥 這男嬰只是一個傀儡 但他能幫我們 名正言順地得到王位 等過些十日 我們就想辦法讓這個孩子消失 姨兒會過進你的孩兒為四君 米叔絕不會善罷甘休 那是自然 聽說他想把公子壯 那個不中用的東西 扶上王位 說來也奇怪 這公子壯是魏長使的獨子 而魏長使是姑母的妹妹 按理說 他應該跟我們魏摘一條心哪 公子壯自小被惠后敷衍 已經被調教得 只會看惠后的眼色行事 可我聽說 惠后這幾日跟公子暉走得很近 真有此事 公子暉自被封為蜀侯后 一心做大野心勃勃 連我都不放在眼裡 這公子暉性情眷狂 悟空一切 他也能聽惠后的擺駁 是啊 就算惠后跟他有交易 立他為國君 結果最後落得兩手空空 圖的是什麼呀 想也沒有用 明日宣誓殿上 什麼都清楚了 請公子卸見 本公子只有在面見君王時才卸見 眼下君王何在 滾開 來 武王英年早逝 壯至未仇 我痛心疾首 武王剛強直禮 旨在開疆拓土 四一兵符 公一聖武 若不是武王剛愎自用 不肯納見 何來今日英年早逝 諸國都已在暗自竊喜 四一兵符 公一聖武等美誓之詞 就不要再提了 公子華 武王屍骨未寒 你為人臣子應遵本分 身為武王兄長 你可知隱君之過 不可非君之道理 行出於己 名聲於人 以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 光武王一個五字 便知他生前是如何行事了 我只不過是在提醒諸位 該張善誕惡 唯厚事件 這大殿上坐著的公子 都是先王的骨心 難道只有公子華能說會道 別的公子就無話可說了嗎 華哥哥 我 我說兩句 華哥哥的見識未免偏頗了 那五字也有威強敵德 客定禍亂之意 明明是誇智多窮之物 創帝 不用遮遮眼 公子華 你太過分了 就算武王有所不適 但他仍是你的兄弟 是我大秦的先王 更何況這朝堂之上 皆是我秦國重臣 有你這樣說話的嗎 你是何人啊 哦 原來是小小蜀侯 一無公標青史 二無積德累善 你算老幾呀 你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又如何 今日請諸位公子 在朝堂議事 是為了社稷國本 不可一起用事因小事大 好了 你們都是兄弟 不要為了小事 傷了骨肉情感 這幾日暑氣重 我親自釀了一些蜂蜜酒 用冰鎮好了 放在大家眼前 來 都嘗嘗吧 這酒味道如何 惠后親自操勞 自然是好酒 酒不錯 就是過於甜膩了些 武王亡故 宗廟不寧 各國都在派兵遣將 對我大秦虎視眈眈 這楚衞之事 是當前大事 各公子都有何高見 這些年 一直是由惠后協理武王 掌管朝政 楚衞之事 自然還是 惠后說了算吧 武王後已有身孕 按規制 王位應傳於武王後寺 難道此事也有意義 武王後有孕 自然是喜從天降 先且不說生男生女 這武王後臨產 還有大半年的光陰 王位不可空缺 我看不如先將王位定下來 待武王後產下王兒 再將王位傳給武王後寺 此事還需慢慢商議 不急在一時 來來來 曲曲火氣 你不提我還忘了 家念還需鮮果陪陣 我聽說宮中果園裡桃子都熟了 令人採摘了一些 怎麼還不送來 怎麼回事 難道桃子沒有了 秉慧后 桃子有是有 只是今年逢小年 園子裡的桃子結得稀疏細小 端上來 只怕會敗了眾人的信 世間萬物皆由天賜 應當長存感恩之心 哪有那麼挑剔 都端上來吧 是 上逃 這個身上的王宗太小了 你怎麼這麼小的小人都熟了 這是什麼品種花子 這果子看著是小了一些 你看 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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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桃子 這 這真是桃中之王啊 這莫非是仙桃的 快端上來 給我瞧瞧 是 這桃子 怎會如此不同 兵慧后 這三隻桃子在果園裡的確生得古怪 就是遇上楓年 也難得見如此奇異的果實啊 天意 真是天意 天有意象 必是奇詔啊 這 這 老夫一生見多識狂 像這樣出色的桃子 還是同一次見到 這既是吉詔 我就先嘗一口 但願他能夠為我大秦 帶來些好彩頭 果然是仙桃 芳香四溢 甘甜可口 我這新釀的蜂蜜酒 與之比起來 簡直寡淡無味 我這還有兩個仙桃 可不能一人獨享 這第二個桃 應該給這大殿中有功之臣 你們看 慧后說得是的 應該賞給有功之臣 是啊 此人無可爭議啊 自然是出離子了 身為王叔 輔佐兩代君王 功告該世啊 甘相謬在 微臣不敢當 王叔實至名歸 謝慧后 國有國運 照理說這第三個桃 應該留給秦國的新國君 只是眼下 眼下王位未定 我也不知道 這桃應該賜給何人 既然只有一個桃子 那不妨大家論功行賞 華哥哥說得有道理 可這大殿裡的人 誰沒有功勞啊 只論功勞 不論德行 正有為君子賢臣之道啊 在下 蜀侯迎徽 早年曾隨武王和甘相 安邦定國 漢馬功勞 封侯後七星管理巴蜀 保敬安民 百姓安居樂業 巴蜀星 秦國星 這個桃子 自然應該是歸我 好 公子徽當眾昭德表宮 可惜功勞卻寥寥無幾 爭討魏國誰是監軍啊 寒谷關大戰你又在哪裡 北草義渠西平巴蜀 東出寒谷南下商魚 戰戰都有我迎華的心血 這大殿上的諸位公子 哪一個敢說 他在大秦的功勳策上 能與我平起平坐 沒錯 沒錯 大哥身為長子 戰功赫赫 對 大哥 為人公正 有勇有謀 我都願為大哥 馬首是瞻 你們吃得個屁 當年父王為什麼沒有立迎華為寺 啊 就是因為他不遵秦法 在封殿與舊族勾勾搭搭 映華他有功 無德 你算有德 你在巴蜀橫征爆裂 巧取豪奪 肆意搜刮民旨明告 信口賜我 你區區一個橫門軍 敢在這裡狂犬廢日 二位公子 二位公子的話也都各有道理 二位公子都是功勳卓著 在老夫看來 這個桃子 還是二位公子分食了得好 敢想 這桃子可以分食 王位不可以分哪 你這哪是在勸和呀 這個桃子不吃定 休想 去朝堂之戰 住手 你們都住手 朝堂仕殺 到夢見 通合體重 來人 把他們都給我拿下 快走 快走 快叫咱们的人上来 杀 别打了 都别打了 别打了 听闻你的人是哪儿来的 都是胡说华的人 准备东南来有功夫打扰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走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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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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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朝堂之下 那心胸杀人 快 快把他给我杀了 谁敢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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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这就算完了 完了 大群哥就算完了 珍嫂的手好巧啊 你们看这个不熬 珍嫂的病 看起来 比前一阵子好多了 其实珍嫂收拾起来 挺俊俏的 给 给 给宝儿来 芈夫人 芈夫人 婆婆来了 我给您道喜来了 婆婆何来的喜事 芈婆给夫人接了一个好活 夫人要听了 准宝高兴 婆婆坐下 慢慢说 芈夫人 你可还记得 那个陶尹老爷 就是那个下了定金 让我们抄写试婚礼的 陶尹老爷 就是他 他的儿子要和左大夫家结亲 即将请妻迎亲 陶尹夫人 急着要做一件婚礼上 穿的喜服 指定要夫人您的绣活 别提那个陶尹老爷了 他出尔反尔 把我们害得还不够苦啊 这回不同了 这回不同了 陶尹夫人千般万般地求我 一定要让我做这个忠人 可继承城内 手艺好的绣娘有的事 何苦定要我来做 夫人你有所不知 这陶尹夫人哪 知道自己的夫君不是世家 所以格外要面子 挑剔得要命 陶尹家家财万贯 官位不高 却深得国相的信任 他们的儿子是个独子 天资聪慧 连左大夫都愿意和他结亲 说明他们家的运势 正在往上走呢 这样一来 陶尹决定 把婚事办得风光红火 陶尹夫人自然要在 喜符上大做文章了 自从在慕容夫人那里 看见了夫人您的女工 继承城中的绣娘 哪里还有她看得上眼的 只是 我们眼下的活迹已经够忙 只怕 这单不一样 这单不一样啊 夫人 您要是做了这单 您和公子那就是衣食无忧了 逃淫老爷 肯出 这个数 二十斤 二百斤 二百斤 那 做做过公子和夫人 几年的衣食了 那么一大堆金子 我们再也不用做别的活迹了 母亲不用给别人做衬线了 冬日我们还有炭火 还有白花花的精米粥吃 是啊是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炭火 有精米 手上不长洞窗 我一听这个酬劳 就给夫人您答应下来了 二百斤哪 那是一个绣娘做到死都见不到的钱哪 这酬劳听起来太荒谬 只怕是婆婆搞错了 我也怕我搞错了 当即问了缘由 夫人可知 她为何肯出如此高的贡钱 她想用金线做一件 克斯绣罗衫 那是什么衣裳 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衣裳啊 老身我也是孤陋寡闻 夫人您见多识广 想必是知道的 克斯 是采用通经断尾的织法 织旧的锦断 而用金丝做克斯绣罗衫 大约是将克斯绣罗衫做好后 再用金丝刺绣勾勒图案 而花朵鸟兽 则用五彩珍珠玛瑙贯穿连坠 穿在身上极尽奢华绚烂 奎姑的手艺 在楚宫是无人匹敌 她曾经告诉我 当年莒姬得宠 她曾为莒姬做过一件 可那衣服刚刚做好 不知为何 我举姬开罪于楚威后 被楚威后下令 毁掉了那件克斯绣罗衫 这么说来 夫人您是能做的 能是能 只怕 娘亲 那好吧 只是我们得合计一下 看这桩壶该如何来劲 青菜 西线的先生 老夫的弟子 你考虑 肯然让他让他 一下吧 柳姑姑来了 这地方太破烂了 柳姑姑 这西式既藏无纳垢 又藏无卧虎 虽然破烂 但桃尹夫人要的只是上好的手艺 嗯 你以为拿着绣品干什么 财花铭了 谁要是能认出这花铭 就能得二十钱 这钱来得多容易啊 有人认得出这花铭吗 没有啊 给 那这二十钱得来也不容易 你说 是不是 让些 可不是 让些 让些 看这呆子做生意 你们在看什么呢 不知道 说猜中 为何说它是呆子啊 你看 他又不卖东西 只让猜着布上的花 是 这叔啊 谁能说出这花的名字 给谁二十文钱 是啊 这不是呆子吗 这吧 那 那可有人猜出这上面的花名 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人认识 既然这花没人认得出 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 是不是 瞧你们两个大男人 你们懂什么呀 这才来才去的 这 这不就是蓝花吗 大嫂 您说的不对 我看哪 像金钟花 大爷 也不是金钟花 不是 这怎么不是 是把芭草 也不是 这钱不妨给我 公子 小公子 你要要这钱 总得有点理由吧 因为我知道这花名 你说说 此物是叫杜若 楚国独有 是我母亲的心爱之物 小公子 你我 我确实有缘之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我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那我来猜猜 你姓银 名记 设计的记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得了 儿子 你 まあ 没 有 你 我 你 你 你 自己 看 您再看这段 这可是一百斤哪 那柳姑是陶尹夫人的心腹 柳姑说了 陶尹夫人 为了儿子的婚事不疲金银 所以那件客司绣罗衫 拜托夫人了 没喽 这 这些还不够吗 他们为何只拿来了珠宝和金丝 这做衣服的客司锦缎 为何没有一同拿来 他们说了 今日来时匆忙 竟将喜福的料子忘于家中 明日我去陶尹府上取回来便是 夫人 夫人 您先忙着 老身告辞了 巫婆慢走 来 告辞了 夫人 夫人 夫人有心事啊 我总觉得 给陶尹夫人做喜福的事 有些不同 何处不同 事情来得太突 好处 来得太轻易 夫人的记忆世间无两 也许真的值这么些钱 况且这客司绣罗山除了夫人 又有谁敢接这活计啊 我打量了这匣子里的珍宝 照理讲 做一件客司绣罗山 仅仅一般的珍珠玛瑙即可 可这匣子里 还装了许多不相干的珍宝 或许是陶尹夫人 想要将家财都镶嵌在喜福上 向世人证明自己不可敌国 还是明日 让五婆问清楚的好 免得有什么差池 母亲 母亲 季儿回来了 母亲 你猜我在街头遇到了谁 谁 母亲最想见的人 楚国来的 母亲的故人 你们见到紫仙了 嗯 那个黄公子在街头 用他买下的那块绣画的布料 来寻找夫人 殷公子认出了上面绣的是杜若华 由此知道了各自的身份 王叔父说 他从楚国带来了容舅舅的书信 因为要紧 所以一直藏在行囊里面 没有带在山上 今日楚国那边又来了公文 所以黄叔父不得不赶回他的住所 但是他告诉我明日午后 他就来小院看望母亲 你黄叔父他可好 嗯 而且他很有趣 如何有趣 截图邪人都说他有点呆傻 但我知道他的确有趣 而且 而且他很牵挂母亲 嗯 臣嫂 怎么了 一后 国相来了 请国相进来 是 一后 天色已晚 国相有何急事求见 微臣刚刚收到飞鸽传书 秦国朱公子卫生王位 大大出手 公子徽被公子挖杀死 什么 慌他的事 此事是惠后 用一个桃子挑拨而起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国相请坐 好 好 那眼下 我燕国该如何是好 首先 我们要派出使者 到咸阳去表示哀悼 目前只能静观其变了 燕国与秦国虽为手足 但秦国王位未定 情形是瞬息万变 一旦局势明朗 我们便可四季而动 国相所言甚是 防祸于先 而不至于后商情 既然如此 唯有一事要与国相商议 以后秦家 国相可还记得 秦国的质子还在继承 微臣怎么能够忘记呢 如今 这秦国质子的分量 也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秦国已显向还生 国相可否传令下属 对他们自于优厚 一旦情形有变 他们也会对燕国感恩图报 以后所言极是 以后过几日就是夏至 以后是否要以燕王 去百里外的祖庙祭地 微臣愿随同前往 待回到继承之后 微臣即刻查访 定会将那秦国质子 请回驿馆 保他们高润幽渥 衣食无忧 有劳国相费心 宝儿 宝儿真棒 宝儿真棒 好漂亮的小花 宝儿吃鸡蛋 宝儿 谢谢真嫂 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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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夫人 你看 乖孩子 宝儿 夫人这是怎么了 想快哭了吧 乖孩子 夫人喝口水 一些针线我们来做吧 你看 过几日 只要我们做好了 陶饮夫人的喜福 就不用再整日为柴米而发愁了 五婆不是说 今日把陶饮的布料送来吗 这会儿了 怎么还没送来呀 五婆年纪大了 走路走慢些 也是应当的 就是这儿 有人在吗 出来接我们幼城老爷 谁呀 就是这儿吗 陶大人 就是这儿 那还不抓紧搜脚赃物将人犯拿下 是 慢 你们是何人 怎敢私闯民宅 本官为燕国的廷位幼城 朝廷派我来西市捉拿盗贼 谁是盗贼 谁又是盗贼 昨日陶饮大人府中被盗 丢失了不少珠宝黄金 有人亲眼看见盗贼拿着脏物 进了这个院子 齐言过于荒唐 何人亲眼所见 让他站出来作证 你别急嘛 来人 给我搜 是 搜 哎 哎 你们别进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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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事啊 麻烦了 要不然怎么会来这么多官兵啊 哦 不会吧 这院子里边 住的都是附上个小孩 这么多 那真小儿人还糊涂着呢 也不会干这种事情来 这家人真好呀 不会干这种事来 拿出去 快点 果然都在这儿啊 这是陶饮夫人做喜福的定金 这是用来镶嵌在喜福上的珍宝 喜福 谁说陶饮夫人要做喜福啊 啊 啊 做喜福用得着这么贵重的珠宝吗 而做喜福的衣料又在哪儿啊 明明是巷子里的五婆 做中人替我们接的活计 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陶饮夫人 啊 你要不提 我还差点把这老婆子给忘了 本官办手里当然是要有凭证的 来人 在 把那个老婆子押上来 押上来 押上来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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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官已经查明 就是这个老婆子 与陶饮府中的婢子内外勾结蜀道狗偷 不择手转 如今 人赃俱获 有诚大老爷 我真的是冤枉的 老婆 做喜福的活计 是陶家的下人说 陶饮老爷的儿子要大婚 是他们亲自找上门的 那些珠宝和金子 也是他们交于我的 大人你要是不信 我愿意与陶府的柳姑对质 对质 是 案发后 那个柳氏早已潜逃 不知去向 你们明明是早已谋化好的 以为就此可以销声匿迹 偷窃的钱财 也可如泥牛入海 却不想 天天被本官抓住了 你这个贼婆子的贼手 更是顺藤窩瓜 揪出了你们这几个幕后主谋指派 中文字幕提供 泛星如许 明月如初 前程往事 从何其数 心有青丝 万切延续 却谁得一缕孤独 春花开械 秋草有枯 生衰荣辱 如何稀疏 逆水暖 为水寒 患不悔依然入骨 尝尽悲欢离和人间 苦 却怎么 迟迟天涯末路 迟心疏 迟音色 曲情再相复 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 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 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 爱如心恨如骨生死再相复 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 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 愿为你永世守护 愿为你永世守护 愿为你永世守护